先预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 相较一月稍稍几部新剧 二月即将播出的新剧非常多 题材也很多元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带大家来看看 二月即将上档的韩剧有哪些 Luca 起源于拿尔文的物种起源 能追溯到所有生命题起源的生命的种子 被称为Luca 剧情已未知的遗传学世界作为题材 讲述有着超长力量 却丧失所有记忆的男主角 寻找自己真实身份的故事 由时隔两年回归电视圈的金来源 搭档去年载 请输入检索词Triple W中 圈粉无数的李多熙 这次升格当女主角 剧情题材感觉也很新颖 有兴趣的粉丝们敬请期待啰 由风云杯导演影上浩 和99亿的女人 编剧韩志勋合作打造 故事改编自高剧力古典小说 平刚公主与温达将军 讲述梦想成为王 并利用温达感情的平刚公主 与像傻瓜般只懂牺牲的温达之间的 其美爱情故事 由金所炫 金蜘蛛 李之勋主演 取自知名文学小说 基督山恩仇记 是复仇悬疑的剧情 讲述遭到最信任的朋友 摧毁的女子 决定要向背叛自己的朋友们复仇 回到众人面前打算取回被偷走的人生 由崔汝珍和李昭娟主演 观看剧情介绍 就可以知道是部精彩的狗血剧 喜欢复仇题材的粉丝 不要错过 你好是我 由崔江西 金阴光主演 改编自金慧珍作家长篇小说 Fantastic Girl 描述对恋爱 工作与梦想都变得毫无热情的 37岁主角潘哈尼 某天遇上天不怕地不怕 满腔热血17岁的自己 带来安慰的故事 导演表示将努力打造一部 能够让大家温暖过冬的作品 怪物 由申和君 吕珍九主演 讲述为了抓住连续杀人魔 打破法律和原则的两个男人的故事 是一部通过追逐事件 描写人隐藏多面性的电视剧 喜欢悬疑侦探类型的粉丝们 可以期待一下 Tent House 上流战争第二季 由李志雅 金素颜 柳珍 领先主演 第一季播出后广受欢迎 拥有高收视率及话题性 延续第一季的斗争 第二季讲述 为了守护子女 只能成为恶女的女人们 无法满足扭曲的欲望 在房价 教育上联手展开复仇的故事 相信到时候又会带来一阵热潮 之后还会制作第三季 于今年播出日期未定 Times 由李锐震 李周应主演 讲述通过电话连接过去的女人 和2015年的男人一起携手挽救被杀害的总统 而发生结合时空以及政治的惊悚类型电视剧 听起来有一点像信号 不过这是用电话和过去的人破案的故事 身为信号的粉丝一定要追 由成为王的男人导演 金锡语言 与热血祭司编剧 胡财范合作打造 讲述因组织内部纠纷 而从意大利逃到韩国的黑手党顾问 Vincenzo Cassano 在遇上流氓律师红车英后 男人以黑道的方式实现正义的故事 除了有男神宋忠基之外 野兽男团成员 郁泽燕也有参与 等不及要看宋忠基的粉丝 2月5号可以先在Netflix上 看他主演的电影《胜利号》哦 Dear M 此剧为网络剧 《恋爱播放列表》的延伸剧 首次在电视萤幕上播出 将延伸网络剧 《恋爱播放列表》系列的世界观 由NCT的再选《胡贵秀》 以及过去参演上一季的 《裴贤胜》等人主演 《恋爱播放列表》从第一季就开始追 没想到竟然电视剧化 一方面很期待播出 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点担心 就把它当作是全新的戏剧看就好 没看过《恋爱播放列表》的 可以先追起来 个人强推第一二季 由曾经指导城市猎人 主军的太阳 蓝色海洋的传说 等剧的导演指导 以及实力派演员曹成佑 和蒲兴慧主演 讲述天才工程师 想要揭开世界上隐性埋名 并生活至今的真实人物 身边还有个为他冒险犯难的 救援者蒲兴慧 展开神秘可幻的旅程 本片已完成拍摄 看预告片仿佛在看电影一般 曹成佑和蒲兴慧在剧中的角色 都和过去展现的面貌不同 非常期待本剧的播出 二月光是在电视上将播出的新剧 就有十一部 根本就是天天都有剧追 而且也有好几部大作的感觉 你必追的是哪一部戏 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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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